又來到夏天,大家都很想喝一杯透心涼而且消暑的飲品 而我平時在家會自己做一杯水果茶 不單健康,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水果 今次我會教大家做薄荷水果茶 材料包括檸檬、蘋果、橙、薄荷葉、水和紅茶茶包 首先我們將紅茶加入水,攤涼 然後蘋果和橙我們就洗淨去皮去均勻,切成小塊 放入紅茶入面 之後我們就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加入薄荷葉 最後我們就加入適量的檸檬汁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當中蘋果、橙、檸檬這三種水果水分含量高 在高溫之下都可以幫助我們身體補充水分 而且它們都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和膳食纖維 維他命C就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 膳食纖維就可以促進我們的長度蠕動 減輕便秘的問題 最後就加了薄荷葉 可以令到整杯水果茶的味道更加清新 但有清涼的感覺 就可以達到消暑的效果 我們 школ的啦 而且希望會不會有很多 我們可以從小口 我們下薄荷葉 我們每一個月 我們下薄荷葉 我們下薄荷葉 我們下薄荷葉